售价25,000的苹果Vision Pro会改变世界吗?会成为下一个iPhone吗? 今天凌晨发布的Apple Vision Pro是一款突破性的头戴显示设备 它用VR的显示技术加上传感器做出了MR的效果 通过内外摄像头佩戴时能看到外部世界 旁人也能通过显示器看到使用者的眼睛 实现了虚拟世界与现实的连接 另外它有一个旋钮可以调节沉浸程度 在类似飞机等嘈杂的场景中可以隔绝外部世界 这样的设计摆脱了以前AR、MR设备的透明屏幕在亮度、屏幕尺寸、沉浸感等方面的问题 对使用者来说 Vision Pro可以成为一个巨大的充斥整个视觉空间的显示屏 进行观影、工作、通话等活动 也可以拍摄或观看3D影像 交互方面 这款头盔没有手柄 用户在佩戴时通过红膜识别进行解锁 并可以用眼球追踪移动光标 再用手指动作下达指令 此外也能用Siri进行语音控制 演示视频中还有Apple Vision Pro与Mac等苹果全家桶联动的效果 这其实也拓展了它的交互方式 硬件参数上它有两块定制的Micro OLED屏 单眼分辨率达到了4K 芯片方面 除了一块M2芯片提供算力 还有一块新的R1芯片 它能同时处理12个相机 5个传感器 以及6个麦克风的信息 让外部世界图像在12毫秒内传递到屏幕上 据说人眼几乎感受不到延迟 这款设备没有内置电池 不接电源的情况下 要配一块外接电池 类似充电宝能续航两小时 最后 苹果为Apple Vision Pro打造了新的系统 VisionOS和新的应用商店 并给开发者提供了和之前生态一样的开发环境 对比过往的VR厂商 苹果在生态构建方面 从起步就有了非常大的优势 Apple Vision Pro的跨时代之处 在于它通过摄像头等传感器 可以把人眼看到的画面 位置 声音等信息 瞬间转化成数字信号 并通过屏幕展现在你的面前 而应用 视频 游戏等软件信息 可以和现实进行交互 开发者也可以使用这些信息 来创造出更具有想象力的用户体验 这就像iPhone出现后 中立感应传感器加上电容屏 让神庙逃亡这样的现象级游戏 有了出现的可能 另外从硬件和生态上来说 我们认为三年内 很难有厂商能做出类似的产品 自研的强大算力 移动端芯片 感知能力方面雄厚的技术积累 以及软件生态的运营经验 这三点让Apple Vision Pro 有足够深的互称河 可以说它的竞争对手只有自己 总的来说 它足够称得上是一款跨时代的硬件产品 而想要真正改变世界 苹果则需要尽快把这款设备的价格打下来 让更多人买得起 让更多人用得到 这样才会有足够多的应用开发者入居 也才能有更多的交互式应用出现 像发布会上 迪士尼展示的demo那样契合度高的应用 才是大家想看到的 而不是仅仅把电脑手机屏幕投屏在眼镜上 从发布会也能看出来 苹果对于这款产品完全是all in的态度 把所有压箱底的技术全都拿出来了 因为此时此刻的苹果 它也需要这款产品的成功了 2014年的Apple Watch后 苹果在位发布过全新品类的产品 近几年 传奇设计师艾维淡出后 工业设计难寻亮点 活在传说中的汽车项目团队一再重组 始终无法获得进展 更有消息披露 苹果引以为傲的芯片团队 也出现了管理层动荡 这款VR眼镜 或许就是龙之家族开篇中那个难产的小王子 顺利降生 能给整个帝国带来安宁 可一旦夭折 就会悄然埋下一颗动荡的种子 为日后的末路写下可怖的预言 对苹果来说 这款投入巨大成本研发7年 专利数量超过5000 售价高达25000元人民币的 Apple Vision Pro 必须成功